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星之巷呢每回合是發動2次 那如果你氣血高於50% 則物攻是提高8% 且先攻射程提高1個 也就是說不管是 像羽氏或俠客 假設他是2個攻擊你的 你就可以發動先攻打他 那最高六星的時候是每回合的先攻是無限刺 但是除非你的鸚鵡血很強 你要無限刺的話 就是一級必殺 不然就是你的血量要很夠啊 防禦很高等等的 要不然其實基本上你看 在四星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是發動3次 五星也是三次 我個人如果說你是五顆玩家的話 你上次跑碎片 跑到五星其實就差不多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打PVP的人 你的鸚鵡血就是滿星啦 這沒有話講 OK 但是從三星到六星呢 這個傷害會提高 就是加了10%齁 其實蠻多的啦 其實蠻多的 而且物攻從8%到15% 真的是蠻多的 那就看各位的 各位的選擇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五內的部分 那五內的部分要怎麼選擇呢 很簡單 假設你是靈運時有限的玩家們齁 你可以走下路 先走下路 五方分界 然後一直點點點44級 點到寒刃 寒刃是一定要學的 接著走上路 OK 上路點滿啦 我會是這樣子走的吧 因為上路的主要屬性提升是加氣血跟彗星 但是下路呢 下路主要是加 呃 下路主要是加物防跟法防啦 那基本上 我對於俠客都會以氣血跟彗星為考量 因為這樣子攻擊跟在戰場上面的生存力會比較高一點 那中間的部分的初始技能是這個雙天劍甲 那雙天劍甲 他可以切換成兩個攻擊齁 兩個招式 一個是寒劍封喉跟狐無雙千里 那寒劍封喉是攻擊當的敵人造成1.5倍的傷害 那特殊的是在你對戰之前會施加石獄 兩回合 物防減到28 所以這個其實還不錯 那另外一個特殊技能是胡雙千里 那在範圍內的所有敵人造成0.4倍的傷害 並施加雌環2 直接斷一下腿 這個距離很長 我忘記是幾格了 應該是有五六格吧 還是七格 我有點不確定 不過很長就對了 真的很長 所以通常你在打PVP之後 因為俠客移動力就有三個 你給他裝頭狼 然後 你先讓櫻霧血動 直接先斷人家腿 其實很 其實蠻好用的 真的蠻好用的 那再來是 中間這一個 中間都是一般的俠客技能 像敘事 跟異形劍法 那敘事就是 每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進入對戰 那會獲得啟事 啟事就是移動力加1 那當然他特殊的是可以跨越障礙 但是我覺得櫻霧血 不太需要啦 但是還是看你的 那個戰場上面的選擇 那再來他的陣法 這個陣法就很好搭了 風花劍影陣 上陣櫻霧血跟至少兩位女性英靈 就可以激活戰陣了 那後面的特殊條件是 兩個範圍內有存在女性角色的時候 傷害提高10% 所以你要完整 吃到這個傷害的話 記得記得 一定要旁邊站一個女的 你的傷害才會提高10% OK 好最後的大招 劍爵帶中 那攻擊大的敵人造成1.7倍的傷害 然後他特殊的是什麼 是封脈 對戰前4下封脈 兩回合 那對戰之後呢 會在自己 周圍兩個 張開一個劍爵雙玉 持續一回合 那這個劍爵雙玉的狀態是指說 周圍兩個內 所有敵人移動力-3 而且無法護衛 這個在WPB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但是 他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你的 你要消耗七滴劑 要消耗3.3才能釋放 而且劍爵雙玉是 你要看好時機喔 因為他只有一回合 OK 好不好 那這招可不可以用 也是可以用 因為他其實傷害是1.7倍 嗯 就說多不多 但是比原本1.5倍 好啦 但是一般 我自己是不會這樣逮 好簡單講 技能再講一次 點下路到40級 寒刃點出來 寒刃是一定要點的 寒刃一定要點 點完之後走上路 全部學完 還有一個是無方劍制 那無方劍制 這一招也是打PVP比較多人會用 對範圍內所有的電招 0.5倍的傷害 施加封禁 那封禁是主動絕學射程-1 像 玄機 他的招式可以打3個 那你施加了這個封禁 那主動絕學射程-1 就一次類推 那 因為我主要是打PVP比較多 所以這招基本上我很少用 好 再來 好 那我們講一下PVP通常會怎麼帶呢 通常我自己會帶那個玄天劍甲 玄天劍甲 跟五方肥劍 五方肥劍 再來是寒刃 寒刃基本上因為他是被動 被動 但是這招基本上 你沒得挑 你大部分的人就是帶寒刃 一定是帶寒刃居多 很少人不是帶寒刃的 好 再講一次PVP 可以帶雙天劍甲 五方肥劍 寒刃 這基本上是通用的 通用的 OK 那在PVP的方面呢 也是一樣 雙天劍甲 因為我剛剛說過嘛 活裝千里可以斷腿 這個斷腿就很重要了 或者是五方劍制 為什麼 可以封禁 主動絕學射程-1 跟寒刃 寒刃 寒刃 寒刃的效果是 氣血高於50% 我剛剛好像沒講 氣血高於50% 然後 怎麼跳不出來 傷害提高15% 很多 加上你的天賦的話 而且 觸發先攻的時候呢 無視閃避 這招真的很好用 這招真的很好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帶 提高15% 只要你的氣血高於50%就可以了 好 那我剛剛講到 PVP第一個 雙天劍甲 無方劍制 寒刃 或者是 雙天劍甲 金絕代宗 寒刃 又或者是 雙天劍甲 無方飛劍 寒刃 那 下面這三個 雙天 無方 寒刃 基本上PV1也可以 所以 看各位選擇啊 因為我覺得後來覺得 金絕代宗這一招 要 集3.70% 真的是 有點久 所以大部分人 就是帶雙天 無方 寒刃 或者雙天 這個 無方劍制 寒刃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再來魂石推薦的部分 那魂石 可以搭這個 荒蛇 頭狼 羅鬼 這三個 或是 優良也可以啦 但是 我優良是 比較不建議啦 也不能說比較不建議 就是看各位的選擇啊 如果你希望你的英無邪 可以在戰場上面活久一點的話 你就帶優良 但是 基本上 我是給英無邪帶荒蛇 為什麼 因為荒蛇的這個 普通攻擊傷害提高20% 三門的效果 這個是可以吃到先攻上面的傷害 這個是可以吃到的 所以基本上 加這個上去 加寒刃 的那個效果 哇 通常都可以反擊 也不是反擊 就是先攻 一擊必殺 通常都可以 要不然也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基本上 我是帶荒蛇 但是你說 頭狼好不好 頭狼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他移動力可以加2 你在打PVP的時候 我剛有說過嘛 你可以放胡雙千里 也是胡雙千里 沒錯吧 對 胡雙千里 斷腿嘛 你直接斷人家腿 而且你的英無邪 直接走五哥 然後再斷腿 好不好 當然好 而且傷害也是有提高的 那 再來是 再一個是羅鬼啊 那羅鬼就是 也是 提升你英無邪在戰場的虛存力啊 就是 但是你要主動攻擊 但我為什麼 我自己是帶荒蛇呢 因為 對於羅鬼來說 你要主動攻擊 但是 我的英無邪大部分 很少會主動攻擊啊 我都會故意 故意被打 觸發先攻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因為 他的天賦有講嗎 先攻 造成傷害 如果你氣球高於50% 你物光還會提高12%耶 在五星的狀態之下 然後造成傷害會提高26%耶 那我當然不會主動攻擊他啊 因為這個吃的效果 很高耶 而且我又是帶荒蛇 他是會吃到先攻上面的耶 所以 傷害會很高 我是這樣子帶啊 當然 如果打PVP的朋友們 你 基本上就是帶頭狼 基本上沒得選 就是帶頭狼 OK 好 那飾品的部分呢 飾品的部分呢 飾品的部分呢 可以帶這個玄霧玉雕 那這個玄霧玉雕 霧攻 氣血加5% 然後被攻擊對戰中 會造成傷害 提高30% 重點是後面這個 重點是後面這個 被攻擊 對戰中 造成傷害 提升30% 因為會發 而且你又發動先攻 你先攻又造成傷害 又提高了 所以 這一個飾品真的很好 對於英無邪來說很好啦 因為他發動先攻就是 直接就在吃30%了 很強 那另外一個 這個是 剛才這個是頭部的齁 好 再來是流光盡獄 是衣著 那這個是 氣血加5% 遭受近戰 對戰前 致勝度高於80% 氣血 這物防 加15% 反之 物攻 加15% 也就是說你氣血低於 80%的話 你物攻加15% 但是這個 主要是物防啦 因為基本上 呃 有兩種狀況 一個是 你不會讓你的英無邪的氣血 低於80% 另外一種狀況是 你英無邪 在一個回合 因為要一直放過先攻 你一直被打 那你的氣血是不是會低於 80% 那 假如低於80%的話 又高於50% 你在這之間的傷害物攻又加15% 加上你的天賦寒刃 傷害是很可觀的 不過這個有點難計算啦 所以 呃 帶著也好啦 因為最主要你的物防也加了15% 好 是衣著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衣著的部分可以帶香蛇 香蛇銀沛 那香蛇銀沛 那香蛇銀沛 呃 主要特色是 近戰 遭受近戰攻擊 對戰前 對對方施加虛損 跟師之惡 那是物影免傷-20% 法術免傷-20% 就是布小補啦 那腰部的部分 持行普路 那法防 氣血加5% 遭受遠程攻擊 對戰前 驅散自身一個有害狀態 這個就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守部了 喔這個很重要 基本上俠客 都會 都會帶幽毒王洗啦 為什麼 物攻-5% 還好 但是移動力加1 移動力加1 加上投籃的效果 你就會走很多格了 但是 看選擇啊 如果假設說我有幽毒王洗的話 我可能會讓我的鷹巫邪 直接裝 黃蛇 或是鱸鬼 對 因為 看狀況 這要看狀況 好 那另外一個守部的飾品 齁 剛剛這個 優毒王洗也是守部 那另外一個守部的飾品 推薦是千零幻域 成 全屬性 加5% 被攻擊對戰後呢 你可以再獲得訓解齁 這個 也是為了俠客啦 因為你的移動力真的不夠 你就是帶這些東西 你的移動力就是超高了 所以 假設 就是要看你的配置啊 看你怎麼 你有什麼樣的飾品 然後搭上你的魂石 然後去發揮鷹巫邪最大的效果 好 那今天的介紹 鷹巫邪介紹就到這邊了 那 就是技能搭配 魂石 武內 這些通通大家都參考就好了 因為 搭上不同的角色 陣法 都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大家 就是以上影片的推薦 都參考就可以了 那 玩法有很多種 不一定要照著 大師推薦的方式去走 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 FP Twitch Bilibili還有幾次GO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掰掰